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了13.5国家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以创新型国家建设引领和支撑升级发展 部署推进互联网家物流 降低企业成本便利群众生活 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会议通过的13.5国家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确定了四项主要内容 一是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加强基础和前沿基础研究 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设施 国家科研与技术创新基地等 二是构筑先发优势 用好比较优势 在量子通信 精准医疗等重点领域 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 强化种业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第五代移动通信 智能机器人等重大产业技术开发 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 培育新动能 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使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 三是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打造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链 四是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步伐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 提高科研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此外 会议还部署推进互联网加物流 推动物流与双创相结合 发展多种形式的高效便捷物流新模式 促进物流与制造 商贸 金融等互动融合 加大用地等政策支持 结合银改增 创新财税扶持 简化物流企业设立和业务审批 鼓励金融机构重点支持 小微物流企业发展 好 你看 刚才那短片中间 就提示了大家几方面的信息 国务院常会议中间 通过的这个谈到的一些 这个事项也比较的多 但主题方面呢 还是国家科技创新这一块 当然科技创新是未来引领 和支撑这个升级发展 等等之类的一些这种精神 大家都能够领会 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提到了 部署推进互联网加物流 降低企业成本便利群众生活 互联网加物流 这个怎么去理解 物流业现在怎么去加上互联网呢 李博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其实上就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 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 落后的一个状态 和我们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是严重的不匹配的 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集装箱运输 那集装箱运输 我们甚至都不如印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 就是一方面我们前期 主要是保客运 我们国家人太多 那么铁路呢是不够用 那不够用呢就是先保客运 然后呢货运是被压制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随着高铁的这个逐步的打开局面之后呢 那么一方面速度提升 效率提升 那么就是整个铁路网的这个运营的效率呢 也得到一定的提升 那么这个压力呢会逐渐减轻 那么也就是货运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开始显现 但是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物流行业来讲呢 因为前期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严重的依赖于公路的物流 那么公路物流呢 实际上它成本相对就高 你烧汽油嘛对吧 那铁路上呢这个烧煤啊或者烧电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整个的还是比较的这个省钱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呢 就是物流方面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 而现在我们就说互联网家的话呢 因为互联网实际上对物流是非常契合的一个点 我觉得啊 就因为这个物流很多地方在于信息的一个不透明 你这个空车空载啊怎么怎么 那么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家的这个各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话 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优势 使得这个效率呢提到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呢 确实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 好这是关于啊 这个互联网家物流方面的一些理解 好一点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